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人性的丑恶 求主更深知 祢 让我们知道 祢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虽看见 人世的恶 但是 我们却能 真实的依靠祢 我们在这里向祢献上 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 基督御明求 Amen 我们今天 是9月6号 因此我们今天的竞段是 耶利米苏41章1到18节 不过我今天要从 耶利米苏41章 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以及16节读到18节 7月间 王德大臣忠世 以利沙玛的孙子 尼泰亚的儿子 以斯玛利带着十个人 来到米斯巴 见亚希丹的儿子 基大利 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 尼泰亚的儿子 以斯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 起来 用刀杀了 杀翻的孙子 亚希丹的儿子 基大利 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神长的 以斯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 基大利那里的一切 有大人 和所遇见的 迦勒底 冰定 16节 尼泰亚的儿子 以斯玛利杀了 亚希丹的儿子 基大利 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 冰丁 妇女孩童太监如道鸡变之后 加利亚的儿子 约罕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 将他们都躲回来 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住下 要进入埃及去 因为 尼泰亚的儿子 以斯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神长的 亚希干的儿子基大利 约罕南惧怕 加热敌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是一场 腥风雪雨 而这个腥风雪雨 其实正是历史在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去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时候 人彼此的怀恨 是有非常多的原因 特别是在遇见大灾难之后 在这个大灾难的过程里面 人有非常多的失望 以及痛苦 因此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正展现了这样的面貌 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其实他真是 有非常多的痛苦 因此当他看见了自己 尤大人 同是尤大人的弟兄 被封立成为尤大神的神长的时候 他心中必有非常多的不甘心 因此虽然如此 甚至 基大利事实上 在这个之前他也已经收到情报 但是他决定 他决定就是要宽容 并且不当一回事 因为都是同一个同胞 同一个血脉 但是没想到 基大利却在这里遭到杀害 而遭到杀害之后 反倒会引起更大的纷争 因为当时候就没有尤大神的神长 而这个尤大神的神长 偏偏又是尼布甲尼萨所奉利的 是的 基大利在接这个职份之前 我相信他心中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做这些决定之后 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是没想到 他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犹大人在他的保守之下 可以得到平和 休息的一天 反倒引起更大的动乱 在这里我们读到了 是的 是人性的挣扎 我不愿意也不敢说 但是我们却必须要承认 事实上 在这里所杀人的 其实都充满非常多 人性上的问题跟弱点 到今天 这些事情仍然在每一天 在Facebook 在Line上面 事实上也不断的发生着 今天我们不再用刀剑 但是我们却用言语 在互相杀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好好看看 并且要很谨慎 我们是怎样使用我们的语言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各样的层次里面 学会不是用杀戮 因为杀戮没有办法制恶 只助恶 杀戮 杀害 只能带来更大的伤害 跟仇恨 因上帝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主帮助我们 看见大历史下 人民的苦处 跟重担 求上帝的恩典 就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看见 你的作为 你要带来的是恩典 却不是杀害 你要带来的 不是互相的争闹 而是祝福 求上帝与我们同在 并且祝福你在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们这样祷告 奉扛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